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英九暢谈八年岛内施政心得 他说九年前没有想过要竞选领导人 选上了后就想到要做到打造自由公益繁荣的台湾 以及和平的两岸关系 不敢说做到百分百 但我们尽力达成了 他并说他和蔡英文会面时不断强调 要用诚意互信营造两岸友善环境 马英九还举肯尼亚事件为例 他说不能完全因应名义 否则就会像父子骑驴 要用坚定意见找出妥善方法 针对台湾居民设电信诈骗在肯尼亚被遣送大陆一案 新党主席郁木铭稍早在脸谱网表示 受害者是大陆民众 大陆本来就有管辖权 郁木铭认为 台湾如果要争取管辖权 先要问问自己的司法能不能让人信服 杀人不用偿命 贪母犯还可以要特赦 公平正义在哪里 郁木铭还暗讽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 罪犯保外就医 结果却是神采奕奕到处趴趴走 这样的司法本身不就是诈骗集团吗 事实上对于台湾籍嫌犯在肯尼亚涉及大陆电信诈骗案 台湾一些政治人物一直紧咬不放 日前在台立法机构质询会上 民进党籍民代陈其迈就问台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如果被遣返大陆的台湾居民无法回台 有什么方式可以制裁大陆 不料夏立言的一句回答 却让陈其迈直接说不出话来 那怎么办吗 我告诉你 我问你你怎么办 你不要沉默以对啊 我有很多很多的措施 我如果说出来 人家以为我是在开玩笑的 那你讲没讲 我不会当做你开玩笑 我不会当做你开玩笑 我可以禁止他的观光客过来 你说什么 这是禁止观光客来 这是对我们好吗 你就只有一个 我可以终止一切的互动吗 这样子就是我们需要的吗 所以你一定要走到最后一步 大家吃破脸吗 所以你一定要走到最后一步 大家吃破脸吗 所以你一定要走到最后一步 大家吃破脸吗 肯尼亚案持续在台立法机构延烧 台法务部门主管罗英雪 也被要求赴立法机构报告 只是在质询台上 罗英雪和民进党籍民代段一康 却针对民粹两字 展开唇枪舌战 气焚相当火爆 欧岛内学者指出 肯尼亚案台湾反应过度 第一个 这些人不是所谓无辜的台湾民众 他们其实是电信诈骗的嫌疑犯 那么是因为肯尼亚的司法体系 对于这样子的案件没有办法处理 同时受害者又不是肯尼亚人 所以肯尼亚决定用无罪的方式 把他们遣送到可以处理的司法体系 那么第二个是这些人入境肯尼亚之前 他们的出境口感都在大陆 所以很自然的就送到大陆去做处理 那么第三个 受害者绝大部分是大陆人 所以大陆当然依法有权 对这些人进行审理 台湾这方面 对于这件事情的很多说法评论 其实是基于两种的情况 一种就是对状况不太理解 好像说是这一个无辜的台湾人 被强迫遣返了大陆去了 另外有些人 他其实就是这种台独的意识形态挂帅的 他们一向就是把政治立场 摆在是非对错之前 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不可理喻 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我相信就是说是 在台湾这方面 如果能够站在一个公平正义的角度 把事情搞清楚的人 都不会对这件事情的处缘 有太多的意见才对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针对台湾籍嫌犯诈骗案频发 岛内也开始讨论 台湾诈骗罪行度是否过低的问题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张善政 有召集法务部门 延伤后续处理情形 除了要求各部门 坚守程序正义司法正义两大原则外 更指示台法务部门 延议是否要修法 加重诈欺罪刑则 以符合民众期待 涉嫌肯尼亚诈骗案的台湾籍嫌犯 目前一一被遣送至大陆 根据统计 光是去年上半年 从境外打入大陆的改号诈骗电话 就有47亿通 而散布各地的诈骗集团 几乎都有台湾籍成员 近年来将电信机房设置海外 为的就是规避刑责 而台湾对于诈骗犯罪的刑责较轻 也使得诈骗集团越来越猖獗 台湾人在海外犯罪诈骗 肯尼亚事件早已不是第一次 整个东南亚都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机房所在地 根据台警方非正式统计 两岸自2009年成立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机制运作以来 台警方已从海外带回6000多名诈骑嫌犯受审 光是去年就有大约新台币1100亿元 从受害者账户流向诈骗集团 而单单去年的上半年 从海外打入大陆的改号诈骗电话就有47亿通 而这些诈骗集团里头几乎都有台湾人 台湾的罚则轻 尤其如果是诈骗案中负责转手当款的嫌犯被抓 实际被判刑的也不多 根据台司法统计2012年至2014年 台湾一般诈骑和长夜诈骑被判刑的人数 加起来每年不超过2000人 2010年12月27号 菲律宾警方就破获一起跨境电信诈骗案 其中有台湾人设案 而越来越多诈骗集团跨海设置机房 其实就是为了规避刑则 基于法庭便利的原则 以及属地主义 确实由中国来管辖这个案子 其实是比较恰当的 台湾学者也认为 应当撇除政治因素 站在受害人的角度思考 大家只看到这几个 好像在肯雅落难的台籍的嫌犯 觉得我们政府没有善尽保护他们的职责 可是这广大的 常常被诈骗集团 锁定目标的这些老弱惨的 那政府有给了什么样的交代呢 学者也呼吁 不论是基于政治立场 还是受害者的角度 才当局能否的诈骗集团 做出更有效的防止 才能真正给两岸民众一个交代 台所谓中研院发出声明 强调已经接到翁启会通知 15号中午会飞抵松山机场 下午就有公务行程 而且会尽快向大众说明 号顶案移云 翁启会身陷号顶风暴移云 人却一直待在境外 请假了十几天 终于要回台了 那他明天中午会到松山机场 那因为航班的关系 所以他明天早上会请半天的试驾 王范森表明 在翁启会请假期间 都是靠电子邮件和他联系 回来后翁启会也会到台立法机构 接受质询 同时对外详细说明 王范森还表示 他回来会尽快向马英九报告 翁启会因为航程关系 多请半天试驾 而他是什么时候表明要回台 王范森说 他也是在记者会前不久 才接到通知 得知消息后 一边联系媒体 另一边 秘书则赶紧向马英九办公室回报 翁启会即将返台 号顶案疑云 就等他一一回应 我们再来看看台湾媒体 进行的重点关注了 哪些资讯和评论 我们来连线一下 本台的驻台观察员陈贺南 贺南 台湾媒体进行的报道了 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呢 好的小丽 今天台湾媒体继续把焦点放在 肯尼亚遣返诈骗犯的事件上 今天在台湾望报上 用了多个版面来报道 一整套的诈骗链条 我们一起来看 两岸诈骗黑色供应链 产值4000亿新台币 一整套的流程 从建设基站到发短信 再到短信的监控 以及最后的洗钱 甚至现在台湾方面已经有相关的补习班出现 补的是什么呢 就是交受相关诈骗所需要的网络黑客技术 在大陆的伪装基地台 也就是伪装成电信公司的基地台 一套设备就可以骗到10万人 这只是一整套周边的供应链 产值就达到了4000亿新台币 而暗值又有多恐怖呢 两岸警方的数据显示 从去年的1月到6月 就是去年上半年 可查实的诈骗洗钱金额 仅是借银联卡洗钱进入台湾的 在6个月内就已经超过了100亿元的新台币 请注意 这不是全数 仅仅是去年上半年通过银联卡 来进行洗钱的金额 冰山一角 可想而知 触目惊心 为什么呢 台湾的诈骗能够从台湾扩散出去呢 今天中国时报 用一位受害者的亲身经历来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看 文章的标题就是 从罢救我谈肯亚案 什么是罢救我呢 就是一种诈骗的手段 打电话进来 开口就是一句罢救我 伪装成为受害者的孩子 你的孩子被我绑架了 要受害者汇款 这篇文章的受害者 就是被这种手法索骗 损失惨重 那么作者也是点出来说 那个时候是在2003年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层出不穷的诈骗电话 在台湾遍地都是 让人无奈抱怨当时的贬当局无能 直到马英九上台 2009年两岸签署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后 才得以改善 但是台湾的诈骗情况得到了控制 并不代表这些诈骗犯就此收手了 他们转移阵地离开了台湾 成为台湾在海外最大的一颗毒瘤 文章中最后写到这样一句话 笔者也想带大陆人民请蔡英文与马英九 不妨想想台湾人是人 大陆人就不是人了吗 也许是我们更积极帮助大陆人民的时候了 应该做的是积极配合大陆方面就诈骗案件进行调查 而不是一味地在岛内挑动所谓的民粹 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再次成为了台湾媒体最受瞩目的人 昨天晚间台北市府方面宣布将就大巨弹案与远雄集团解约 看似柯文哲自己最大的一颗炸弹有解了 实则不然 这个解约的代价是多少呢 是370亿元新台币 是不是太高了 并不是 大巨弹工程前前后后已经投入了超过300亿新台币 完工度达到了80% 370亿并不是远雄方面单方面提出来的 也是和台北市府之间的一个合约所限制的 370亿不是一个小数字 是谁把大巨弹搞砸了呢 今天联合报上是整版都在问这个问题 谁把大巨弹搞砸了 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五问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 并且边上的社论也是点出来 解约说得轻松 请柯P 柯文哲请你提出来一个完整的方案 其实不只是这370亿新台币 目前台北市府包括大巨弹案在内 柯文哲提出的所谓五大弊案中 有三项要解约 我们一起来看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 柯P解约三大案 台北市要赔多少 要赔400亿新台币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整个的头版 我们看配的图 就是柯文哲捂着头 一副苦恼的样子 400亿可能只是柯市长苦恼的开始 相关的情况 我们稍后也会有详细的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一些观察和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 小丽 好的 谢谢贺南 事实上台北大巨弹体育场停工已经将近一年了 现在台北市政府决定赔款与远雄解约 而可能接手的第三方就是台中性经控 但有专家分析认为 建造大巨弹体育场不是稳赚生意 而柯文哲超严格的计算机仿真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舰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同时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日本九州雄本县14号晚发生6.5级地震 当地震感强烈 未引发海啸 据日本媒体报道 地震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 另有数百人受伤 当地时间14号21点26分 北京时间20点26分 日本九州雄本县发生6.5级地震 震源深度11公里 九州地区震感强烈 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的画面显示 地震发生时 当地发生剧烈晃动 位于雄本的NHK支局办公室内 不少文件书籍从书架上掉落 晃动持续约30秒 当地超市大量商品掉落在地 一些建筑物的窗玻璃被震碎 有消息称 还有部分民窄倒塌 此后余震不断发生 截至当地时间15号凌晨1点 共监测到54次余震 其中包括数次5级以上地震 据日本政府消息 至少有19栋房屋在地震中倒塌 多人被困惑被压 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说 目前已确认9人死亡 390人受伤 另据共同社消息 至少有200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受地震影响 雄本县约1.6万户居民家中停电 为了确保安全 雄本市暂停向室内 4600户居民供应燃气 地震导致一辆运行中的 九州新干线列车托轨 大量当地居民在临时避难所避难 据九州电力公司消息 路尔岛县川内核电站没有出现异常 日本气象厅的工作人员说 九州火火山阿苏山也没有观测到异常 还是一则有关地震的消息 据缅甸地震委员会消息 当地之间13号20点25分 缅甸西北部地区跋升6.8级地震 全国多个地区有震感 印度 孟加拉国 中国等邻近国家 有不同程度震感 目前地震已经在印度造成6人受伤 在孟加拉国造成了60多人受伤 此外地震在孟加拉国 缅甸和印度造成部分建筑物倾斜或受损 好的 我们来看其他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14号说 他认为俄罗斯和日本的领土问题 终能找到解决方案 普京还表示 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反恐等问题上 有良好的合作 普京当天在参加完与普京直接连线电视节目后 回答记者有关俄日关系的提问时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访问俄罗斯 双方会就所有问题进行讨论 而对二战后一直未能解决的领土分歧 普京说 需要让双方已经建立起来的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他认为终究会找到相互妥协的解决办法 千岛群岛位于俄远东勘察家半岛与日本北海岛之间 群岛南部的池武 瑟丹 国后和泽桌四岛 被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 日本则称之为北方四岛 是俄日争议岛屿 二战结束以来 四岛由俄方实际控制 俄罗斯认为 日本要求其归还北方四岛 就是要求重新定义二战战败结果 由于争议严重 两国至今未能缔结和平条约 在俄美叙利亚问题上 普京说 俄美在叙利亚危机调节方面 展开了密集的联合工作 希望将带来积极成果 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10号称 自己总统任期内最大的错误是 在军事介入利比亚的善后工作方面 毫无规划的说法 普京表示 自从美国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发生失误之后 错误政策还在延续 美国差点纵容了叙利亚的崩溃 普京说 在对俄关系上 美国不能一味坚持强权专横帝国野心 而是要尊重自己的伙伴 谈到西方制裁时 普京指出 短期内西方不会取消对俄制裁 如果西方不取消制裁 俄罗斯也会一直保留 对进口西方食品的限制 在当天举行的 与普京直接连线节目中 有俄罗斯民众 向普京求证其前期再婚的传言 普京回答说 他和柳德米拉虽不经常 但有时会会面 他说两个人关系非常良好 或许可以说甚至比从前都好 普京还进一步透露 他和前妻一切都好 并对各自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 普京还戏称 不知道该不该把个人问题放在第一位 但希望不要引发汇率和油价波动 或许将来什么时候 他会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2013年6月 结婚将近30年的普京和柳德米拉宣布离婚 在2014年与普京直接连线节目中 普京也曾回答民众有关前妻的问题 4月15号是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的诞辰 据新华社援引韩联社的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朝鲜当天凌晨试图从东部韩地区发射导弹 但据推测 朝方已失败告终 韩国军方相关人士透露说 朝鲜试图发射的是五水端中程弹道导弹 韩美军方此前发现 朝鲜在江源道原山一带部署五水端中程导弹 之后紧急出动宙斯顿舰 密切关注朝方动向 据推测 朝方此次发射已失败告终 报道称 五水端导弹未经试射便在朝军服役 从其发动机段和弹体的长度 弹头载荷来看 最大射程可能达到三千到四千公里 打击范围覆盖太平洋深处的关岛 为期两天的第十三届 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 十四号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开幕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呼吁伊斯兰世界团结一致 以应对日益肆虐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活动 埃尔多安在峰会上发表讲话说 伊斯兰国家应当团结 而不是搞分裂 应当加强同盟而不是强化分歧 他宣布将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一个 伊斯兰合作和警方协调中心 以有效打击恐怖主义 埃尔多安指出 恐怖组织压迫并伤害了所有穆斯林 他同时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 支持沙特阿拉伯提出的倡议 建立一支阿拉伯联军打击恐怖主义 包括土耳其在内西亚和北非国家近来恐怖袭击频繁发生 恐怖主义因云笼罩 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亚德在峰会开幕式上说 各成员国面临的恐怖袭击不断增加 过去三个月发生的恐袭已经造成约3000人丧生 4000人受伤 伊斯兰合作组织前身为伊斯兰会议组织 成立于1970年 2011年更改为现在的名称 该组织拥有57个成员国 覆盖人口近16亿 除了恐怖袭击之外 该组织成员国还面临教派冲突 内乱和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误解等诸多问题 德国执政联盟领导层14号经过长时间磋商 就在德国引入首部联邦融路法 以及法案的核心内容 达成一致 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表示 在大量难民进入德国后 德国面临着双重任务 一方面要进行难民的组织和疏导工作 另一方面还要妥善处理这些新移民的融入问题 融入法将遵循提供条件提出要求这一原则 一方面 德国政府将为移民更好的融入社会 出台一系列扶持措施 包括提供足够的语言和融入课程 降低难民群体进入德国就业市场的门槛 为完成职业培训的难民在德国工作提供长期居留保障等 另一方面当事人自身也必须做出融入努力 这一点将成为获得长期居留许可的前提条件 此外刑法预计还包括有关难民选择居住地的限制条款 默克尔表示 这是德国首次在联邦层面制定有关移民融入的法案 是一个质的进步 据了解 德国政府近日将就融入法具体内容 与各联邦州州长进行商议 并计划于五月底通过该法草案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4号通过法案 批准亚台纽克政府辞职 任命议长格罗伊斯曼为新政府总理 同时批准由新总理格罗伊斯曼领导的新政府组成名单 乌克兰议会网站发布通报说 支持该法案的议员有257人 超过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 4月10号因改革和反腐不利而广受批评的 乌克兰总理亚才纽克宣布辞职 根据乌克兰法律 亚才纽克政府所有成员应随之辞职 格罗伊斯曼现年38岁 他曾经担任过政府副总理等职 并于2014年11月底出任议长 作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政治盟友 格罗伊斯曼获得波罗申科和主要议会党团支持 乌克兰议会同时批准由新总理格罗伊斯曼领导的新政府组成名单 这份由格罗伊斯曼提交的名单共23人 实际出席议会会议的367名议员中 有239人投票支持新政府组成 所有新内阁成员均来自两个议会党团 布罗申科联盟和前总理亚才纽克领导的人民阵线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邦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是小丽带您继续看新闻 14号 宁夏旅游局在福州召开了 画旅游促发展看宁夏 八敏青人宁夏游媒体旅行商座谈会 会上 两省区旅游局新闻媒体旅游解代表 就深化旅游交流合作进行了探讨 合力打造一带一路旅游产品 推进两省区旅游合作发展进行了交流 会上 宁夏旅游局发布了福建游客专属优惠政策 包括2016年全年 宁夏4A级以上景区对福建籍客人实施门票半价政策 今次五月 宁夏4A级以上景区对福建籍客人门票全免 所有福建籍客人凭身份证进驻景区 即可享受上述政策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优惠政策 吸引我们更多的福建游客 到我们宁夏去走一走 看一看 感受我们福建20多年对我们宁夏帮助的成果 在近20年的时间里 旅游合作一直是闽宁两省区合作发展的重点 宁夏旅游资源丰富 种类齐全 被称为中国旅游资源的微缩盆景 黄河文化 西夏文化 回族文化 红色文化交相回应 三万年历史的水冻沟遗址 一万年历史的贺兰山岩画 近千年历史的西夏文明 几百年历史的清真寺等 历史文化沉淀深厚 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旅游资源 据了解 多年来两省区护送游客量快速增长 各种旅游投资合作项目显见成效 特别是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 福建以清新福建美丽孩子为主